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蟬陶桥银的变体 大家看到我畫了一個下雨的變態給大家 怎樣畫呢? 首先畫了一個正方形 畫了一條弧形的線 大家看到了 弧形線之後 你看到另一隻色的筆 在黑色筆上畫了一個曲線 好像是三角形出來 之後我們用我們的針筆 先塗上三角形 然後在圖上 再用一條曲線在旁邊畫 最後再畫其他線和上色 出來之後 有一個魚的變體 我們也加了一些圓圈的變體 這個圖形 其實是由閃曉的創始人 Rick Robert和Maria Thomas 他們自己設計的 另外一個圖案的變化 就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沒有看過? 這個原來是一個仙人獎 原來仙人獎都有不同的形狀 我發現它有一個好像心形的形狀 仙人獎也挺有趣的 我透過這個觀察 以及覺得它挺有趣的 就畫成一個深葉的圖案 畫得很簡單 首先大家用點線面 做了一個正方形 在裡面先畫一些線 而第二步 我又再把它用線 劏開了一些格 變成一些正方形的格 現在大家在上面 看到我畫了一些深深的圖案 在上面 然後第三步 我就畫了深深的圖案 上去這些格內頭 這樣我可以把它變成不同的形狀 我可以在這些深深的旁邊 畫一點點 再用一些我們HB的素描筆 讓它做一些陰影的線 然後另外一個 大家也看到 就是我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我不做這些這麼小的點 剛才我就在這個正方形的 最上面右手邊的角落 做一個半圓的圖案 再用一些素描筆 再用一些素描筆 再推開它 那你會發現 原來這些變體出來 有另外一種的感覺 而最後一個大那個 大家也看到 你給我一個大那個 就是我再用一些線 是另外一些做法的變體 它旁邊的底部 是不是有些直線 而原本只有一個深深 我在外面再加上 是另一個大深深的 利用一些線 原來也想 其實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蟬曉畫的圖案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是可以透過不同的觀察 植物 或者你家裡的物件 衣服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而有部分的圖案 我們可以利用它 再解構成蟬曉的一些圖案 然後這些圖案 你也可以將它再變化 加上你的設計 也可以變成另外一些圖案 我相信大家年輕人 都有很多的衝勁 很多的想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觀察 我都鼓勵大家 在你們的生活裡 加入多元素的一個劏衣 而家長也可以陪伴親子 做這些蟬曉的創作 透過圖案 也讓我們的心靈 得到潤窄 好不好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